今天來要開箱這個淘寶寄過來了 其實已經也有開箱了 就排氣管的蓋子 大概就是這樣 它這個要有一個配重 它這邊有一個配重 就是它打開的時候 怠速的時候它要打得開 不會在那邊ㄎㄧㄤㄎㄧㄤ 你配重沒做好就是會這邊ㄎㄧㄤㄎㄧㄤ 我們來看一下淘寶的這個好不好用 然後現在蓋西準備好了 兩隻17的還有一隻夾子 因為之前排氣管被勾到有一點變形 稍微去給它洗壓一下 OK GO 然後它這邊 這一個面有一點變形 我稍微給它夾一下 之前有被扯到 稍微把它夾出來一下 歐蛇蛇有沒有呢 鏡頭再挑高一點 歐蛇蛇 後 夾拉 我們來看蓋子上去 有可能太大喔 因為有一點太大 所以去找了這個鐵片 稍微 對一下它的形狀這樣 稍微敲一下 稍微 敲到 大概適合它的形狀 現在敲到這樣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嘿嘿 沒事都在這裡DIY啊 好了 就差不多這樣了 把它密合起來看看 先把它扣住 等一下上去比較好鎖 再試一下 看行不行 剛剛好 呵呵呵呵呵 瞧一下 哎 不行 這樣不行 開口 開口 來 剛剛好 好了 搞定 來發動試看看 還不錯喔 沒有在那邊 嗆嗆嗆嗆喔 呵呵呵呵 OK嘛 倒定了嘛 OK 來測一下我的勾呼囉 怎麼可能 啊 沒有問題 不會在那邊ㄶㄧㄧㄧㄧㄧ嗆嗆 就好了 打好了 還有點鬆 到時候要去鎖緊一點 OK 之前因為排氣管上面沒有那個蓋子 所以下雨都會跑水進去 水會從這邊 這邊雖然有一點點空間 可是只要滿上來了 它就從這邊進去到渦輪 然後就到渦輪裡了 那個白白的東西就是渦輪 它流到裡面去 而且那邊還有一個排氣煞車的控制 控制器也在那邊都會泡到水 所以這個蓋子現在雨季了 要趕快把它弄好 常常有一點就是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以為排氣管泡在水裡面 如果是向下的泡在水裡面 車子會熄火 我跟你說其實不會 因為我有玩越野車 你整部車都泡在水裡 那個水的壓力是沒有辦法跑進去到引擎 那為什麼泡到水會熄火 如果不是電氣就是被空氣濾心 尤其現在是雨季 像你們就隨便 一般的小轎車 你如果不剛好去遇到雨天 淹水的話 你要知道你的進氣口位置 大概在哪裡 你可以涉水多深 你像我們這個BOBO雖然它的進氣口在上面 可是不表示你就可以涉水射到這裡 因為你要知道 這邊到這裡還是會跑水進去的 你也不可以水高過這裡 然後你的氣管進去到引擎之前 還有沒有什麼開口 你像這種 通常附近都會有一個洩水口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洩水口 為什麼要有洩水口 因為雨水從那邊進去的時候 它是會流下來的 但是雨啊 雨水水滴 你拿那個水管把它衝進去 其實那個水吸的力量 還不足以把那些 就是黏在這個上面的水啊 把它吸到引擎去 不會基本上 它只要有一個最低點 它水就會流出去 所以你如果涉水的話 你該注意的是進氣 而不是排氣 排氣的那個排氣壓力 水是不足以把引擎弄到熄火 就像以前六十幾年式 七十幾年式的 改裝車有時候沒辦法熄火 因為改太大 有些電門關掉了 它還是一樣在運作 我們都會用腳把排氣管塞住 那個力量要有多大才有辦法把引擎弄到熄火 所以水的壓力是不足以把引擎弄到熄火 然後你如果是電系的車輛 還不只是進氣的問題 還有電系 例如火星塞 點火系統之類 如果怕水的話 整個引擎泡在水中 是沒有辦法 是會熄火的 像那種機迷那種越野車 那基本上我泡到整部車都泡在水裡 那個只剩下那個呼吸管 在外面 車子還在發動 因為它電系的部分 就是有做一些防水 所以 這樣大家知道了吧 OK 今天裝了一個 排氣管蓋子 順便教大家一些小嘗試 OK 拜拜